好 各位 别忘了 还有主咖呢 咱们说了半天 主咖是要上场的 它是谁 主咖的 就是我们今年这个规则 因为我吧 就比较随心所欲 在外面改嘛 你说如果我们做一场吐槽大会 我商量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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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商量 咱们商量 咱们就做一场吐槽大会呢 咱们就不让主咖说话 我商量 我商量 太缺德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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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下类似就没有人过 大家 大家知道是这样的 我一贯觉得李诞的所有主意都是搜主意 但是这个 好 突然瞬间觉得很有价值 还可以啊 那感谢各位观众参与真相的路之 谢谢各位 开玩笑 开玩笑 是这样 是这样 因为那大胆呢 他虽然是主咖 但是他也要参与被投票 是的 我们开了这么多玩笑 我们不可能不给人家一个反击的机会 希望大家在大胆表演的过程中 不要忘记投票 好吧 但是 但是李诞 你坐 你坐 你把投票的事说清楚了 但是我想针对反击这个词啊 发表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张大胆呢 槽点其实说多不多 四个字足以概括 庆竹难输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电子时代 所以感谢科技的进步 记录了张大胆的每一个罪行 所以这样 这样 吐槽大会一般主咖到了上面 都要反击 我有一个小小建议 肯定不能不让人说话 对不对 当然 当然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 你就上来之后直接检讨 好不好 好 让我们掌声欢迎 张大胆做检讨 这就是那个词 追手的词 好紧张啊 我感觉有点紧张 好 今天本来 大家好 我是张大胆 谢谢大家 本来我真不打算说话 我打算上来就说 谁愿意给我投票 击满198票 我直接退出娱乐圈 现在开始投票 他这现挂了好像是 好像是现挂 这姑娘别把机器按坏了 别把机器按坏了 但是我觉得刚哥说得很对 人在弥留之际 会回光返照 回顾自己这浅浅一身 知道有些事情做得不妙 我决定好好检讨 接下来是我的检讨时间 大家好 我是张大大 吐槽 吐槽大会已经办了舞技了 我想你们终于迎来了一位 真正的主咖 但是你们节目非常过分 丹总 你跟我说想当主咖 还得竞选 我 张大大 我和我的祖国小偷扮演者 微博三千两百万黑粉 连续三年蝉蝎 虎铺最讨厌的 男明星排行榜第一名 我想被人吐槽 还要竞选 你们这种行为 简直是否定了观众 而且你们没看到 播出的时候 这竞选主咖 这一个一个明星 绞尽脑汁在原地 好费劲啊 哎呀 我有什么让人讨厌的地方 我就看着他们这群人 我想 原来讨人厌这么难啊 等我上场的时候 我一个字都没说 直接全票通过 一言不发就过了 导演都惊呆了 他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 没什么没什么 平时多积累就好 可以 很不错 可以 可以 学座很稳很稳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季的吐槽大会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凭实力 当上了队长 在其他节目里 就算是一选一 他们也不会 选我当队长 但是 这六位 就是对待我的规格吗 你们六个人 除了长得像 我的黑粉之外 你们凭什么 坐在这儿 我告诉你们 别笑 你们六个 这辈子记得得 都不够我一个人 拜的 首先 辣母养子 I hate you 同样是演戏 所有人都夸他 哇 演得好有灵气 夸他小偷演得好 他小偷演得好 你根本就没有 闪赌和彷徨 你别看看我 你学学我 然后他演小时代 更气 又夸他 说他颠覆了 传统固理的形象 他是 幽默的固理 我也颠覆了 传统科学家的形象 不是 怎么你们就不说 我是幽默的科学家呀 王建国 颜鹤祥 别说你们俩还挺配的 一个是爱吵CP 一个是被CP吵了 对不起啊 颜鹤祥老师 我平时对您不太了解 因为我听相声 听得比较少 我听脱口秀 听得比较多 因为我个人啊 比较爱听 好笑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也不听王建国 我觉得建国是建国以来 最不好笑的脱口秀演员 李旦辛辛苦苦 把脱口秀的门槛搭起来 这王建国一上去 一屁股就给做碎了 要不然 杨蒙恩这种人 是怎么混进来的 杨蒙恩 请你出示一下 录制这次节目的合同 我是说真的 吐槽大会明确表示 只有前五可以进来 录制你一个第六名 是怎么混进来的 你一混进来就算了 他刚才说什么 他想打我 杨蒙恩同志 我告诉你 想打我的人多了去了 你算老几 哦 观众说了 你算老六 还有蒙奇奇 他竟然敢说自己是 凡尔赛文学的创始人 我看到他那些微博 又是住别墅 是买七万七的眼镜 我告诉你都别信 绝对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我能当你的闺蜜吗 我们主持人最好的作品 就是像汪涵何久那样 能够处理厂商的状况 而通常我 就是厂商的状况 有一次主持 直播的时候 我不小心摔下了楼梯 我想这机会来了 我要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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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集中神志 大喊了一声 救我 神经病 所有人都可以笑 大张伟你笑什么笑 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 我没想到你竟然 用你专业的领域吐槽 我而我 我没有专业领域 其实我有专业领域 我最擅长的就是 跟比我厉害的人交朋友 所以今天我在这边 公开宣布 大张伟和蒙琪琪 都是我的好闺蜜 我以为琪琪一起走 永远都是好朋友 好朋友 最后 我想说下实话 我为什么敢来 因为我虽然讨厌 但是我不违法 我讨厌 我可以接受吐槽的批评 如果我违法 请法律来制裁我 而不是都想把我 埋起来 哎呦 这一段 哎呦 这一段 哎呦 这一段上得不错 我的才华可以被埋没 但是我不可以被埋没 来了 绝活来了 绝活来了 我是永远有泪也不倾谈的好男人 张大大 谢谢 他可以啊 挺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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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谢谢大大 非常好 请大家不要忘记 投票 投票 哈哈哈 还有三秒钟我们来锁票 来 不错 他最后收的挺好的 收的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 我觉得不会低于一百五 对 不一百六了 有一百六了 其实还挺真诚的 一百六 嗯 我觉得应该有 应该有 三二一 请锁票 哎 我觉得他现在最后那段演的挺好的 挺好的 挺厉害的 绝活 绝活 就是说哭就哭 哈哈 对 说哭就哭 太不容易了 哈哈哈 绝活